各位頂姊妹你們好,我們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積經聚會,繼續講到蠢聯恩賜, 就是講到行二能,這次是講到行二能。 行二能,行各樣神職其事,例如叫少量的食物能餵飽多人,叫一切困難的人神職勝地被解決, 叫為主被困的人能步出監牢,叫天下雨或叫天不下雨, 叫為主被打的人不感覺痛苦,叫人能行在水面上逃避迫白的人等等。 這個內容就是講到蠢聯恩賜之一就是行二能,行二能是沒有定義到什麼二能的, 不過在聖經裡面有不同的二能,就是我們聖經說到我們可以行二能, 聖經說了有這個恩賜,而且耶穌又說我所做的事, 你們都要做,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。 所以我們是可以有這個恩賜行各樣的二能的,這個是神答應了我們的, 而我覺得尤其是在大災難的時候,在大災難的時候, 神是會更加去賜給我們行二能的能力,在那時候保護我們和供應我們的需要, 譬如那時候因為要受仇印記,拜壽才可以買到食物, 那神不想我們去拜壽的,所以神是會供應, 在那時候基督徒仍然存在世界上的, 所以在那時候基督徒就只能夠行二能, 譬如是將食頭或者其他變為食物, 或者親近神,好像摩西那樣上西那山是不用吃東西的, 那這個就是一個可能的方式,這個聖經沒有說實的, 我們只是說神是會保守信靠祂的人, 所以就不會說那些基督徒全部馬上死了, 因為聖經都是講到,弟兄聖過魔鬼是因為羔羊的血和所見證的度, 所以在大災難時期,基督徒依然是得勝的, 依然是能夠聖過魔鬼,就是藉著他所見證的度,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期,基督徒是有行二能的能力, 那這裡我又列出了聖經裡面講到一些的二能, 就是叫少量的食物能夠餵飽多人, 一些困難的人神職性被解決, 那個敵人是打了下去的, 叫一些困難神職性被解決, 即是處理到那些問題可以解決到, 被困難的人能夠報出監獄, 即是好像彼得那樣, 被困難,就是監獄女, 他們可以出監獄, 還有天下雨,或者天不下雨, 即是以尼亞有做過這件事, 神都可以叫基督徒可以有這個信心, 賜給我們一個行二能的能力, 或者是為主被打燃, 感覺痛苦, 神都可以這樣的方法, 或者行在水面上逃避, 迫白的人, 還有一個我沒有寫到的, 其實有很多我們沒有想到, 神都可以幫助我們做到的, 其中一個就像肥利, 肥利向那個太監傳呼音為他施洗之後, 跟著聖靈提了他, 去了另一個地方, 這個也是聖靈講到的一個異能, 有很多人都覺得這些是不可能的事, 但是在神凡事都能, 和耶穌說我所做的事都要做, 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,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困難的情況之下, 基督徒依然可以行一些異能去保護自己的, 在這個困難的情況, 希望大家依然對神有信心, 信心的來源就是神的話語和神的應許, 我們知道神的大能, 和祂的大愛, 就像耶穌被審的時候, 彼拉多說, 為何你不回答我的問題呢? 你知不知道我有權力, 可以釘你十字架, 也有權力釋放你, 但是耶穌就回答他,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, 你就毫無權力扮我, 即是說, 他是知道掌權的那個是神, 是神容許彼拉多有權力去釘耶穌的, 所以我們去到什麼困難的情況都好, 無論什麼困難都好, 神是掌權那個, 神是有權力, 叫我們在這個困難之中, 能夠得到幫助, 能夠面對困難, 有些時候是真的會被殺, 有講到基督徒被殺的, 但是我們被殺都依然得勝, 因為我們在被迫伯, 被傷害的時候, 依然有神的同在, 有神的喜樂平安, 有神的力量, 我們就不怕任何的, 在那個情況被人鞭打, 都依靠神, 所以我們需要學習, 在平安日子學習, 經歷聖靈, 隨時祈禱, 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, 興省, 喜樂, 愛, 能力, 這樣我們就隨時知道, 神跟我們一起, 並且這些經歷是可以幫我們減輕, 痛苦, 或者神直接把我痛苦拿走的, 那譬如我自己一祈禱, 馬上有喜樂, 多謝又馬上喜樂流出來, 那我希望大家都去到這個位, 其實在我們聚會都有好幾個人, 是有這個經歷的, 那我們希望訓練更多人, 一祈禱就馬上有喜樂, 那這個時候呢, 即使是受迫伯, 被鞭打的時候, 我們依然祈禱, 即時有喜樂, 這就是神可以賜給我們的行義能的能力, 能夠在任何情況之下, 都能夠暫立得穩, 那這個因此也都其實在今天一樣, 神可以神職性地賜給我們的, 譬如有些情況, 是非常之困難的, 我們親近神, 我們信靠神的大恩大愛, 我們相信神是全能的, 在那個情況之下呢, 神都可以神職性地, 幫助我們面對一些困難, 那我們就是說, 在任何情況之下, 我們知道神是掌權那個, 神不會叫我們去到絕路的, 神是會叫我們能夠, 在任何情況得勝的, 得勝不是一定, 代表我們的困難, 照著我們想的方式能夠解決, 有時是未必照我們想的方式的, 有時依然疾病已經在, 困難依然在, 但是我們依靠神, 神終會讓我們出路的, 那希望大家都相信神的大恩大愛, 信靠神的大能大力, 去任何情況之下都相信, 耶穌一定幫助我們得勝的, OK,好, 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, OK, 我們接著去到下一點, 就是作先知, 有些人就... 不用讀了, 不用讀了, 昨天讀過了, 有些人就以為作先知只是以前的事, 但是呢, 其實聖經告訴我們, 有些人就聽, 在那麽多前書第十二章那裡, 講到恩賜的時候呢, 是講到先知的恩賜, 並沒有說到先知的恩賜是會停止的, 那麽所以呢, 那麽所以呢, 就是我們相信神曾經賜給人有這個恩賜, 今天都可以賜給人有這個恩賜, 就是呢, 在士律行傳有記載, 二十一章十節那裡, 講到保羅, 當時呢, 有一個先知叫阿加布, 從猶太下來, 那麽呢, 就把保羅的腰帶綁在自己的手腳, 就說呢, 聖靈說, 猶太人在耶路撒冷, 要如此捆綁者腰帶的主人, 要把他交在外幫人手裡, 那麽呢, 就是預言到將來, 保羅會被籌的, 那麽這個就是一個例子, 善文傳有一章九節, 肥利有四個女兒, 都是處女, 都是講預言的, 都是講到他們有這個, 說預言的能力, 說預言呢, 又可以呢, 將人的隱情顯露出來, 而帶來人信主的,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二十四節, 他說, 如果都作先知廣道, 原文是說預言, 偶然有不信的, 或者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, 就被眾人勸醒, 被眾人審命,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, 就必將臉伏地, 敬拜神說, 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, 那麽呢, 就會, 就是, 他能夠將人的隱情講出來, 那麽這個呢, 就其實就是, 知識言語的恩賜來的, 那麽都是包括在先知的恩賜之下, 就是, 當有人來到的時候, 基督徒, 有這個恩賜, 能夠說出他的隱情, 就令到這個人, 就被勸服了, 那麽呢, 於是呢, 他就願意信靠耶穌做救主, 那麽這個呢, 就是, 先知的恩賜, 或者是, 知識言語的恩賜, 對於傳呼音的幫助, 然後, 第四點, 就是領受神的意念, 講到呢, 先知性的恩賜, 就是, 第四點, 我會講到, 就是領受神的意念, 或者聲音, 或者異象, 或者靈界裡面的經歷, 領受神的指示, 而講出預言出來, 為基督徒, 或者基督徒群體, 得到神的指示, 如何解決問題, 如何跟從神的計劃, 和其他的訊息, 和最將來的預言, 就是, 先知, 先知性的恩賜, 是什麼意思呢? 就是領受神給我們的意念, 或者聲音, 意念就是, 或者一個念頭進入我們裡面, 不是人發出來的, 是裡面神賜給我們的, 聲音, 真的聽到神的聲音了, 或者見到異象, 或者在靈界裡面有些的經歷, 就領受到神的指示, 而講出預言, 這就是先知性的恩賜, 而這個目的是什麼呢? 為基督徒, 或者基督徒群體, 得到神的指示, 如何解決一些問題, 如何跟從神的計劃, 就是幫他們解決一些問題, 或者跟從神的計劃, 以及其他信息, 以及對將來的預言, 那麼跟從神的計劃, 就是說, 這個其實是先知最重要的一個功用, 就是幫助基督徒, 或者基督徒群體, 進入神的計劃, 讓神大大使用, 這樣整個生命被神提升, 整個生命被神大大的提升, 這個就是神在我們生命中的目的, 神要使用我們, 神要加添力量給我們, 神要使用我們, 叫我們能夠成為神所使用的人, 帶動福興, 帶動更多人愛主, 帶動更多人傳福音, 神會給我們一些策略, 就可以透過先知, 去向我們啟示, 其實基督徒也都, 任何基督徒都會收到一些意念, 如何去做法, 這個其實是一種的帶領, 某程度上都可以算是先知性的恩賜, 就是能夠得到指示, 去做些什麼事情, 這個就是先知性的恩賜, OK, 我們先祈禱, 我們先祈禱, 我們有問題, 待會在祈禱之後可以問的, 多謝天父, 我們一盲眼睛起來放鬆的人, 親愛天父, 我們多謝你, 因為你是全能的神, 全能的王, 全能的主宰, 你知道將來要發生的事, 你知道要面對這些困難, 有什麼策略, 是全存在神的手中的, 神你有一切的權力, 一切的能力, 一切的智慧, 一切的解決方法, 神知道一切的事, 所以這個世界的歷程, 都是在神的手中, 我們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, 而聖經講到就是, 神要在世上, 承傳你的計劃, 拯救世人, 更新基督徒的靈命, 在世上發揮生命, 讓我們在接受審判的時候, 是有良善, 有忠心的伯仁, 神是想更多人, 成為有良善, 有忠心的伯仁, 神你有一切的權力, 能力, 能夠成就這些工作, 只要我們信靠你, 親近你, 遵從你, 侍奉你, 我們就能夠進入神的完美計劃, 神是所有一切的策略, 我們就知道, 神賜給我們的意念, 是會帶動我們怎樣去遵從神, 怎樣去傳揚福音, 怎樣去建立人的靈命, 建立自己的靈命, 我們整個生命更新, 神是有一切的策略的, 所以我們可以信靠你, 求主幫助我們謙卑在神面前領受神的計劃, 領受神的帶領, 領受神給我們的指示, 這個就是先知性的恩賜,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時領受一些意念, 比如說怎樣幫助教會更新, 怎樣幫助周圍基督徒更新, 這些都是從神而來的意念, 求主幫助我們回應這些屬神的意念, 叫我們跟從你, 被你改變,被你使用, 大大的被神使用, 多謝天父的大恩, 因為你有一切的策略, 我們可以放心跟從你, 我們可以輕鬆跟從你, 我們可以全心跟從你, 我們只要跟從你, 必定蒙福的, 多謝天父, 讚美天父, 感謝天父, 神你的恩典救我們用的, 你的恩典救我們用, 多謝天父, 讚美天父, 榮耀眾贊歸給天父, 哈利路亞, 多謝耶穌, 感謝耶穌, 神你是全能的, 你是慈愛的, 你是滿有恩典的, 你滿有能力的, 你凡事都能的, 我們可以完全信靠你, 多謝天父, 讚美天父, 感謝天父, 祈禱, 奉主耶穌, 聖名, 阿門, 求主幫助我們領受從神而來的信息, 叫我們能夠行在神的路上, 也能夠更新自己的生命, 更新別人的生命, 叫更多人行神的路, 也都時時深信, 神在一切之中, 一切環境之中都是掌權的, 我們聽完神話必定蒙福的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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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